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 美国劳论师福克兰国家实验室 由帕尔院长带领六位专家到台湾 我们国内非常重要 而且不只是半年政府在工业技术方面智库的角色 同时对于带动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 具有作业贡献的工业技术 来签署非常重要的合作协定 这是一方面代表了能源的科技 不只是全世界每一个重要的国家 都要全力以赴来实践 而且节能简单 保护地球 而且对于未来可能日渐枯竭 会造成人类共同面临的最严肃的课题 就是将来私有 有可能总有一天要挖到见底 所以包括美国 包括世界上许多大 都花费很多的经费精神 一起来探索能源科技的位置 我们中华民国也因应这样的情势 老早就做一些重要的准备 包括第一 我们在行政院的组织改造当中 把经济部将来要改为经济技能源部 以表达对于经济发展和能源的产业的规划 是放在红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其次我们在国家六大新兴产业当中 把绿色能源作为我们重要的新兴产业 政府编列预算 推动各种绿色能源的开发 目的是希望一方面让耗能过多 而且会忽燃环境的传统的能源的使用 能够把海碳的量到公元2020年 要恢复到2005年的水準 到2025年 只希望回到公元2000年的水準 这就是国家非常重要的能源的政策 我们也看到美国政府 在欧巴马总统编列了150亿美金 希望推动干净的新能源 要保全或者创造350万个工作机 我们看到今天代表全世界在能源规划 发展研究上首居必死的权威机构 美国国家实验室 我们就想到我们台湾最好的工业技术研究院 他所累积的发展的经验 正好可以相得益长 所以今天是等于西方非常重要的能源 我们今天研究开发的国家企业实用师 同中华民国在工业技术的研发 同产业的发展也着筑贡献的工业技术研究 像太阳门这种远远不绝能量巨大的太阳门光电 乃至于其他包括风力或者其他的月光 都有可能作为新能源的单元 但是最大的必须突破的瓶颈 就是除能技术的变化 假如除能技术能够突破瓶颈 大量的而且水准大幅度的提升 使除能的这个容器能够缩小 不只是体积重量 还有它的价格都能够大幅的缩小 那我们所推动的智慧电动车 乃至于绿色的智慧建筑 都可以管为更多的人民所享用 所以我想未来在能源科技的研发跟突破 应该是我们全世界人类共同期待的 在这里祝福这个能源研究的前瞻论党 圆满成功 各位学者专家还有产烈界的领导人齐聚一堂 将为未来中华民国台湾在能源研究上 创造一个新的境界和理程碑 祝福大家 谢谢各位 祝大家新天健康 本时日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